这几天看你情绪不高啊 还记得我们两个刚刚到M过的时候吗 我们手里拿着一个菠萝油 在吃的时候那个笑容 我到现在还记得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两个能否回去呢 如果我们回去以前那个时代 吃个菠萝油就满足 你说多好 现在我们两个 在这儿好像得到了很多东西 但是根本没有那种快乐 对了 如果你想回去的话 跟我说一声 我陪你 回不去了 你说的那个第一天我都记着呢 来到M过的时候 坐在那个小车上 我说我闻到了钱的味道 然后我们去小酒吧 去应聘 然后 你睡在我上面 我在那下铺 我把艾斯科瓦贴到玻璃上 我告诉你他是我偶像 我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但对我来说那都不是第一天 对我来说真正的第一天 这张椅子是我们俩的第一天 在这张椅子上 我们俩在这儿纹了一个榔头 永远无法洗去的一个纹身 从那天开始我就知道 我不可能回头了 知道吗 这些日子 好像很平静 但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还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把你嫂子杀了 我他妈真的很烦哪 他不理解我 他不支持我 我怎么能让他留在我身边呢 我要开发天使需要自己 所以我要送他的父母 一块儿去跟他走了 本来还有成成 但是孩子太小 我真想不了说 哎呀 真的好难 唯一让我开心的是 我觉得我们的毒品基地 越来越大了 我们已经打开了销路 货越发越多 我马上就会成为 我心目中的艾斯科瓦尔了 我的货物开始批量地向外销售 向全世界供应我的天使 我要回去 我回不去了 我始终回过头 回过头一看 还是那个猙獰的叶望龙 回不回头都是一样的 我来吧 我去看了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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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 我哥变了 我觉得我救不了他了 人呐 所走的路全是靠自己线索 如果他真的变成了一个 不可救药的坏人 你救不了他 刚才不是问我拿线索吗 你没有想到他 跟金德银泸在眼里 也是好的 你这一点 他有曼银泸在眼里 这么多的阶段 我们还想到明天 这个阶段 就说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他不是说了 我没看错你光 终于有情况 就比我慢了一点点 没错 子光 这个月十三号 老大亚在公海召开一个国际聚会 到时候哥带你去见见他 正好 也开开眼镜 没问题 子光 马来西亚的那个客人的信息 被警察知道了 这个客人的情况 只有你和我知道 告诉哥 他的消息 是不是你偷出去的 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相信我是吗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我在鎮上的小酒吧里面 你昨天晚上一出去 今天马来西亚的客人就被钉上了 你不要告诉我 这一切都是巧合 就是巧合好吗 我每个星期都去一遍 Speak here Okay, I get it 我认识 我认识 你知道那小酒馆的老板是什么人吗 是什么人 他是 谁是中国的缉毒警察 不会吧 你在开玩笑是吧 怎么可能呢 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这是什么眼神 不相信我是吧 不 可惜你 可惜你 我们来一块到小酒馆去一趟 就现在 你不客气 不客气 你拿来 你拿来 我拿来 她才是谁 你拿来 我拿来 你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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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进去把那个警察杀了 杀了他我就相信 你跟那个马来西亚客人 信息泄露的事情无关 否则的话 我在老大面前也保不了你 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别让我失望 不得了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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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查一下 去查一下 谁是这事? 是他 好兄弟 你终于想明白了 哥哥错怪你了 肯定会是发抖 没关系 第一次杀人都这样 以后就好了 带他来喝酒 去吧紫光 好样的 呢 他自己呢 我都不做了 啊 明明明天见不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